每到夏天总是挤满细水人潮的道伦沙滩 因为疫情封闭好几个月秒无人机 在疫情持续趋缓下 金融市长刘昌宣布 道伦沙滩8月11号起将重新开放 不过民众仍不能下水游泳及浮潜 也不能边走边吃 道伦沙滩会封闭其他四个出口 我们只会维持一个中央的出入口 也就是单一出入口的管制 并且会实施食言制量测体温 还有手部消毒等防疫的一个措施 另外也会采取总量管制的一个措施 在进入沙滩的人数上限是200人 并且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到沙滩是可以在沙滩上面散步 不过禁止水域的活动 包括像游泳跟浮潜等等 没有办法全程佩戴的口罩的水域活动 我们占不开放 后续会依中央防疫的指引 来进一步滚动式的检讨跟执行 此外游客如果要饮食的话 只可以在定点饮食 不可以边走边吃 那同时也必须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那在饮食完毕之后 必须立即戴回口罩 至于同样是夏季最受欢迎的休闲场所 游泳池部分也在8月11号解禁 不过人数有总量管制 每条水道入水人数也有限制 淋浴间等公共设施更禁止使用 在游泳池开放的时段 以每一个时段1.5个小时为原则 那每个游泳池是它的一个状况 做适度的一个调整 那清场的时候 必须加强清洁跟消毒的工作 另外是不开放的区域 包括游泳池里面的淋浴间 细水池 冷热水池 SPA区 烤箱 蒸汽室等 这些区域是不开放 另外也不会提供 个人的永具以及吹风机 那另外救生人员的部分 必须要完成疫苗第一剂的一个接种 或者是取得快筛阴性的一个证明 才可以执行 此外在水道人流的管制的部分 每一条水道必须间隔 这个每一个人必须间隔5公尺 那如果是以25米的一个水道为例的话 这个水道最高同时可以使用的人 是以10个人为上限 社区大学及热林学习空间 这以教室空间计算浓流人数 吹奏等无法戴口罩的课程仍暂缓上课 人员的管理会采取分舱分流的一个机制 同一个空间如果不同时段 有不同的这个单位的使用者的话 每一个服务的时段 间隔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那如果是同空间同时段的话 则活动场地的间隔至少要两公尺以上 那此外也会规划学员的进出动线的分流 并且对公共区域公共的电梯厕所 还有休息空间进行全面性的一个 每天要进行全面性的一个清洁跟消毒 亲子管部分则预计在8月17号 以防疫指引开放 至于外界关心的篮球场 及社区儿童游戏场部分 牛肠则回应表示 将在观察几天后决定是否开放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